这座农场人类和动物角色互换 女人被当成奶牛圈养 无止境地生育产奶 男人论金卖到肉铺 制作成美味佳肴 小美和男友小帅自驾游 来到这个偏僻的小镇 惯事接二连三地发生 在路边碰到一个抛锚的大妈 好心的二人主动停车 给大妈提供帮助 没想到大妈却毫不领情 还不停地嘲讽二人 二人对此很是郁闷 来到一家路边餐厅吃东西 老板娘热情地出来招待 他们点了分三分熟的汉堡 没吃两口 就感觉肉片味道很奇怪 一阵的反胃 难以下咽 小美还发现 餐厅里一个奇怪的男人 一直盯着他们在看 正当二人起身准备离开时 那个男人突然站起来 对着小美来了举 你在这里很危险 但小美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单纯地认为 那人是当地的疯子罢了 这一路上的怪事让二人有点猛 此时天色渐晚 二人决定先找个旅馆住下 来到一个加油站 询问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热心地给他们比划 先往左 再往右 再往左就到了 殊不知这将是一条折磨之路 他们按着路线 来到旅馆附近 发现停车场停满了车 看来旅馆生意火爆 二人继续沿着一条洋长小道 穿过森林 看到一所小木屋 发现地上有个奇怪的标志 打开门走进去 旅店里面阴森诡异 破旧不堪 一个人影也没有 让小美赶到后背发凉 转身就想离开 男友将她拦下 极力劝说 现在天色已经晚了 而且已经开了一天的车 不能疲劳驾驶 小美这才勉强同意留下 这时旅店老板出现 看上去是一个 歪嘴的猥琐男人 看到二人 嘴角露出一丝不怀好意的笑 小美的第六感告诉她 这里不安全 要赶紧离开 男友却坚持住下 拗不过 小美只好顺从 如果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他们绝对会后悔这个决定 老板把他们带到客房 一个劲地和他们扯东扯西 说这里来的人不多 所以想和他们聊聊天 可是外面停了那么多车 镜头一转 旁边床上满是血迹 很快 夜深人静 小美二人上床休息 正当二人熟睡之时 床底下爬出一个人 慢慢靠近 女人被囚禁在狭小的铁笼 她试图呼救可周围荒芜人烟 还没等她搞清楚情况 戴着动物面具的诡异男人出现 用棍子敲打着笼子 让她安静 另一个面具男提着一壶不明液体 就直接浇在了小美头上 小美眼前一黑 陷入昏迷 等她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四肢被牢牢捆住 身处昏暗的房间内 她想奋力挣脱绳子 却无济于事 这时 大门打开 走进来一个戴着兔子面具的男人 手里拿着个巨大的注射器 将液体强行注射进小美体内 小美拼命挣扎 大喊救命 不一会便没了力气 大门再次打开 走进来两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给她松绑 将她抬出小黑屋 然后关进笼子 此时的小美还不知道自己将被运往何处 在路上 她发现这里到处都是戴着动物面具的人 随后 小美被戴着奶牛面具的男人丢进了一个猪卷 她尝试打开窗户 窗户却纹丝不动 她只能坐在墙角默默认命 原来这里是人肉农场 农场主正是之前的旅店老板 在农场里 男人会被关进铁笼 等待屠宰 然后做成各种肉制品 校往小镇上的各个餐厅 女人则会被人工受孕 然后用来产奶 生下的孩子会被直接当成食物售卖 直到女人没有了生育能力 就会被宰杀 而此时的小美还并不知情 突然 她听到隔壁传来哀嚎声 爬上墙头一看 是一个被装上取奶器的女人 奄奄一息地靠在墙边 小美连忙向她询问情况 女人将这里的一切都告诉了小美 原来 只要进入这个小镇 就会一路被他们监视 然后诱导住进旅店 最后被带到人肉农场 而这个女人已经被困在这里两年了 一直充当产奶机器 期间生了一个孩子 流产了数次 听完她的遭遇 小美一阵后怕 但她不想坐以待毙 告诉女人一定会想办法带她逃出去 可是 下一秒 厄运就降零了 这个女人太惨了 身上插满管子被吸取母乳 她已经被囚禁两年 不断怀孕产奶 如今已经失去生育能力 为了剥削她的剩余价值 面具男将她悬挂在房梁上 准备开膛破肚 当成食物售卖 而在一旁的小美 正好见证了这残忍的一幕 她被吓得瘫坐在地上 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 她不想就这样坐以待毙 突然 门口传来动静 小美猛的一惊 原来是自己的男友小帅 两人搀扶着走出猪圈 可外面到处都是戴着动物面具的人 他们找到一处教堂 暂时藏身 正当二人休息之时 窗外一个面具男经过 二人赶紧躲进柜子里 面具男走进教堂 坐在前排祷告 小美搀扶着男友准备偷偷溜走 没想到还是被察觉 两人撒腿就跑 面具男赶紧追了出去 慌乱之中 男友踩中了捕兽家 被疼得嗷嗷之交 丧失了行动能力 此时警报敲响 更多的面具人正往这里赶来 小美见此情形 只能丢下男友跑路 只见两个面具人 抬起地上的一块大石头 直直地砸在了男友头上 男友当场领了盒饭 豆腐挠洒了一地 小美就在不远处看着 却无能为力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逃跑 慌乱中 她躲进一处仓库 面具人紧随其后 一番搜寻没有发现小美 小美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等他们离开后 小美发现一个被关在笼子里的男人 男人告诉她 农场里有一辆大巴 找到大巴就能逃出去 惊魂未定的小美 发现了一个落单的面具人 于是从身后偷袭 将面具人捶晕 接着开车逃跑 正当小美以为逃出升天时 车子突然没有了 身后一群面具人穷追不舍 小美只能汽车逃跑 躲进了一间地下室 面具人紧随其后 还好小美找到了一个出风口 顺利逃脱 从地下室出来 她发现自己到了之前的猪圈 而那辆大巴就停在不远处的草坪上 她瞬间看到了生的希望 在逃跑之前 小美还不忘救出困在猪圈里的女人 二人顺利拿到车钥匙 一起奔向大巴车 打开车门 小美迫不及待地转动车钥匙 大巴车成功发动 小美激动地看向身后的女人 可女人却没有丝毫心息 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 脸上满是惊恐 小美定睛一看 大巴车上竟然坐满了面具人 她脸上的笑意一下子消失了 电影的最后 二人被抓回屠宰场 做成了食物 变成了面具人的晚餐 电影《人肉农场》 将人和动物的身份互换 不仅让我们反思 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好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